蛋黄咸香起砂,蛋白鲜嫩爽口,眼前这盘令人食指大动的咸鸭蛋,就是江西瑞金有名的网红农产品,廖奶奶咸鸭蛋。 从自己自足的土鸭蛋,变身销售全国的特色小吃,这其中究竟有哪些秘诀? 近日,中心社记者来到瑞金市仁田镇凤岗村,一探网红咸鸭蛋的诞生。 走进廖奶奶咸鸭蛋生产基地,工作人员正忙着将鸭蛋礼盒打包装车。 88岁的廖奶奶坐在椅子上品尝自家做的咸鸭蛋。 她告诉记者,自己制作咸鸭蛋已经有70多年了。 我是广东人,从12岁来的瑞金,因为家人农忙时干活流汗多,需要补充盐分。 16岁起开始做咸鸭蛋,大人每天吃4个,小孩吃2个。 80年代,廖奶奶开了一个小卖部,将自己做的咸鸭蛋进行售卖,不少乡亲前来购买。 2015年,乘着电商进农村的东风,廖奶奶一家在政府的帮扶下做起了电商, 成立了合作社,将咸鸭蛋销售到全国各地。 走进生产车间,记者看到工人们正在熟练地清洗鸭蛋, 随后把其放入已倒有白酒、食盐的泥浆里, 裹泥入缸进行两个月的腌制。 廖奶奶的孙子张杨介绍,他们一直沿用这种土法工艺, 手工腌制鸭蛋,蛋元是天然散氧蛋, 产品在网上一斤销售,便迅速走红。 从15年成立到现在,还是呈现一个每年翻番的一个状态。 初期一天也卖一两百个,两三百个, 然后到现在一天的话,就是有一两千个吧,差不多。 去年的话大概是两百八十万左右吧, 今年可能会突破四百。 廖奶奶咸鸭蛋专业合作社采取合作社加电商, 加贫困户的产业化经营模式, 进行以鞋鸭蛋为主的农产品销售。 随着规模不断壮大,合作社与当地的贫困户截对帮扶, 免费向他们发放鸭苗,让他们参与涂鸭养殖, 带领大家共同致富。 比较贫困的那些贫困户,家里有养殖条件地把它纳入进来, 比如说每年会给它分红,假如没有纳入进来的, 它也可以到我们那里去务工,一天的工资大概八十到一百不等。 在2016年的时候,奶奶因为带动这些贫困户, 二十八个贫困户,然后脱贫, 获得了这个全国首届脱贫攻击奖分剑奖。 2018年,以廖奶奶咸鸭蛋为代表的瑞金咸鸭蛋, 正式批准为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。 随着咸鸭蛋的走红, 廖奶奶还在电商平台上推出了白莲, 豆豉,糯米酒等浓特产品, 期望让更多当地特色美食走向全国, 带动村民一起发家致富奔小康。